这两天,励志新闻持续关注那坑山市,发生了一起宝马司机迟到着砍电动车车主反被砍身亡的行驶案件,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。 记者第一时间了解到了骑车男子余某的相关情况,今天8月30日也从知情人在里证实,余某的儿子去年罹患了淋巴癌,8月28日晚上9点多,在昆山正串陆域顺帆路路口,一辆宝马车在越线飞机动车的时,前方一辆电动车没有让到,发生了纠纷, 宝马车上的男子刘某下车对电动车车主余某进行推访,在升级位置体冲突后,刘某从车上拿了一把砍刀砍向余某,结果倒落在地上,被余某捡起反向砍向刘某,刘某因长就无效死亡。 昨天,余某的前同事联系记者称,他了解余某不是一个冲动的人,平时为人和善,而去年余某家中遭到了重大病故,老父亲去世,15岁的儿子患病。 今天,记者根据这位前同事,提供的信息,走访了余某及家人,曾经在镇江居住过的地方,遇到了一名知情人汪先生,这是去年余某15岁的儿子,被确诊为长系母恶性林搬留,并曾在网络平台上筹集制并款。 据王先生反应,他的朋友里有人与余某曾经共事过,去年在朋友圈中号召大家一起给余某的儿子在网上捐款,他的朋友证实了缺友其事,而且网上也有看病证明等诸多信息,可以确定余某儿子患病一世处时。 记者从王先生的捐款记录能看到,余某的儿子在去年11月份做了肿瘤摘出手术,12月份开始进行化疗,需要30多万的治疗费,最终在网上筹集到了4万多元。 直到余某出事后,他的家人心情很复杂,暂时不愿做出回应。